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Trainlis 今天會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聖誕的曲奇餅 曲奇餅的圖案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叫我畫的東西 今天會用水彩和大家分享 首先會打濕了一張紙 然後上一個基本底色 今次我用的水彩分別有三種顏色 一種是深啡 一種是淺啡 接著就用白色 白色除了用水彩 大家可以用廣告彩 或者是塑膠彩去代替 當打完底色之後 我就上這層色 這層色其實也是我剛才打底的顏色 但為什麼會深了那麼多呢 因為我打底的時候 我加的水份比較多 所以做出來的顏色效果就會偏向淺色 接著我現在上這層 就是同一種顏色 但只不過水份減少了 那我就會變成顏色會深了 看上去就好像有不同的啡色在這樣 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 自己留意一下 如果你做水彩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說 你要有很深的啡色 或者很淺的啡色 才可以做到同一種顏色 那其實只要你的水份 增加或者減少 其實都會令到那個顏色 有所變化 而導致你可以做到深淺色的 那所以呢 其實這幅畫裡面 我很多的啡色 其實都是同一枝的啡色 只不過是水份多和少 就影響了 它的顏色深或者淺 那現在我所做的 就是一些影的位置 因為曲奇餅 放在這裡 都會有一些影位 那所以我就把那個深啡色 就做他們的影 那然後呢 當做完的影之後呢 我就會再拿那個白色呢 就畫回曲奇餅上面 好像擠了一些白色的巧克力 去做了一些形狀出來 那所以呢 這個顏色就比較要實一點 那所以剛才我跟大家說 那個白色呢 除了用水彩之外呢 其實可以用廣告彩 因為廣告彩對比起水彩來說呢 這個顏色是比較實一點的 那因為它是不透明水彩 那所以它的顏色比較實一點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可以用那個 那個 顏色啦 顏色也是一個實色的感覺 所以呢 都是可以用顏色的 甚至乎呢 如果大家是有一些高光筆 氣光的 那都可以用到的 那大家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當畫完白色的位置的時候呢 其實呢 就可以細緻一些白色 因為我是巧克力 那所以呢 那些白色的位置呢 應該是凸起了的 那那些影位呢 我也有做出來的 那大家可以重複去看一下 我究竟是怎樣去做啦 那在這裡賣一下廣告啦 那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來到我的頻道 去看我的影片分享呢 那很感謝你先啦 那就希望你可以按下下面的讚啦 也都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幫到你 而你可以分享出去給更多的朋友去看啦 那如果你本身是我頻道的朋友呢 也都很感謝你 在這裡可以支持我啦 那謝謝大家 另外呢 我們在12月的29號 即是過幾天呢 那其實我們就是這個 沙田大會堂的展覽館呢 就搞了一個呢 第四屆的城武漢畫連展的展覽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去看一下啦 去支持本地的藝術啦 那展覽期間呢 我都會放我自己個人的卡片呢 就在展覽會場的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去這個的接待處拿的 那我會把展覽的資料呢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那裡 那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啦 那今天的簡單易學水彩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裡啦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看一下水彩的其他影片呢 可以去以下這兩段影片看看啦 那多謝大家今天的支持啦 下次見啦 拜拜